一句不忍了 嚴寬恆要把遭到 檢察官起訴的三項罪嫌 一次說清楚講明白 拿出徒資指出 殺戮豪宅是蓋在私人土地上 國有地則是 標租並非竊佔 嚴寬恆為妻子喊冤 提起豪宅交易也不滿起訴 認為檢方會不會太誇張 更讓嚴寬恆動氣的 就是助理費案 嚴寬恆連講三次侮辱 反擊炸領助理費案 是遭到檢方打壓 被列為被告的林靜甫 也透過律師發出聲明 反批檢方將嚴寬恆買車與助理費 混為一談 林靜甫更亮出存著內業 助理薪資入帳 帳面上沒有在領用匯出 款項只用來繳交個人保費與信用卡費 更反擊選區立委林靜宜 言論誤導民眾 當事人可以好好地面對這些調查 那讓事情的真相 跟狀況能夠遭人釐清 歷史九分多中的記者會 律師陪同嚴寬恆對三項指控反擊 從現在開始我不會忍了 檢察官羅智入罪 羅智入罪 要攻擊嚴寬恆 我要撼入了清白 三領新聞陳平航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